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伟蒙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这个 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女单选手郑一文 他就是在美网16进8的比赛当中 原来就再次 是战胜了老对手 是维基斯 以2比1的比分成功击败对方 成功晋身8强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过程当中 他就受到现场观众的种族歧视 他就说他叫Yellow Banana 叫黄色香蕉 当然了,这个是对家的球迷 这个是西梅说的,不是我说的 他霸气就说 I will beat you 我会 击败你 这样说 当然他是第2次进入了美网8强 不过 他在16强对战 是奥运决赛对手 维基斯时 也遭到对方的球迷不断打码 当然了 也含有种族歧视 黄种人意味的Yellow Banana 面对这种侮辱和挑衅 他没有选择沉默和隐忍 直接说 Ribicca 当然了 他的意思是 会赢这场比赛 没错了 也挺解气的 更加 是靠实力击败对方 以成绩做出最好的回应 当然他不会打球迷 对吧 当然了 事件在微博上也发酵 那么不少人就说你这样不行 而且最搞笑 说他那个是一位亚裔人士 是黄种人 就说亚裔掌上还歧视自己人也挺好笑的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气场很强 这个才是真正的女王 是可以有底气 当然了 当然人有时候是可以是 温良公检养 但是 他其实也很温和 他就说我会打败他 当然打败你偶像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但是 他进入了8强 之后后 后面就有些差池 原来 他8强之后 没有再听进到 是4强 对 不过不要紧了 因为他之前做得好 也是用自己实际行动打败了种族歧视 对吧 原来 他就停在8强 为什么呢 他就说因为失眠 倒置 其实 休息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当时巴黎奥运会 他不装冷气 就被人说差他呢 因为搞到选手的状态可能不好 对吧 搞到一些状态可能不好 其实呢 因为他8强 的时候就说失眠 搞到是失准 郑一文就以直落两盘1比6和2比6 是受罪于他赢了一姐但受罪于二姐 就是 沙巴列卡 也说 因为之前凌晨2点半完成比赛后不能入睡 所以 感觉 是不好 也不能够 起床 令到他状态一样 这个也是辛苦事 做运动员是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 有些偶发性事件 就会令到自己发挥一般都不出奇 看回郑一文 当然 现在他最厉害是什么呢 就是商业价值真的大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奥运孤军 后面是14亿人 当然 他进不了四强 但是也无损他的商业价值 现在他 除了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巴黎奥运赢了 是女单 的金牌 即是破了纪录之外 其实在西方人眼中 郑一文的 个人在海外的商业价值 今年大大提升 估计郑一文今年 能够 赚取 过亿美金开外 当然 你看到过亿而已 不过 他也后面有团队 你想想他爸爸 扔了多少钱出来 是 有很多付出的 没错 当然他这次 是 进不了四强 八强就是淘汰 但仍然是代了 53万 美金的奖监 当然 我想他 有得给他选 他肯定是希望 继续挺进 肯定是希望继续挺进 郑一文很年轻 只有 二十多岁 有他的特点 可能这件事他撒加一点 他 也不是武汉 不是大城市 10亿 10亿 他目前 已获得 3个WTA巡违赛冠军 8个 ITF女子巡违赛单打冠军 2004年 是 当然是夏季奥运会的金牌 他 6岁时就开始打网球 因为小时候 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 小时候 体育多病 初冲 就是想他身体健康 你记住 初冲 就是想他身体健康 所以他爸爸就希望 玩一下体育 原来他最初就练习过乒乓球 很多国人都喜欢乒乓球 羽毛球 这个也是中国一个 OK的项目 还有篮球 最终选网球原因是 真的很喜欢比赛 尤其是喜欢击败对手的感觉 当然 当你输球时 亦都很难过 很沮丧 你会觉得整个世界为你 这个是原话 整个世界为你 而破碎 始终最喜欢网球 他就说自己偶像是谁 就是Roger Feather 哦 我以为是里娜那些女性的 网球手 是 网球手 亦都说他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学他 网球宣似 对 网球宣似 真是偏偏风道 里娜其实现在长期在欧洲住 因为他的教练 他的团队 很多都是来自欧洲 来自欧洲 他当然 之前亦有个教练离他而去 跟了大阪直尾 他也说了他 三字经 三字经 没什么问题 现在的人都很接受到的 看看 他 冠军投行有三个 世界排名 现在排第七 就是最高排名 21年他就在汉堡网球 希望 赛的决赛上击败了 一位叫做林达的人 获得 ITF巡违赛 25K级别 冠军 21年 他亦在捷克 亦获得 60K级别的冠军 当然 之后 这一年是世界排名前三十年度新人 不容易 王总人 内于 这个没办法 不是歧视 是天生 这些体质上的 不是那么容易搞得了 最辉煌的 就是 在奥运会 其实在奥运会之前 中国队首次入围是联合会被运合网球团体赛的 郑一文作为是头号女单选手 在小组赛首场和捷克队的比赛当中 亦是战胜了大满冠丹打冠军 就是 万卓索瓦 第二场亦都战胜了塞尔维亚的 强手 丹尼 诺维奇 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后 输给世界排名第一 是 斯维 阿特克 后来当然 奥莽 他一路过关斩掌进入了女单决赛 亦首次 进入了大满冠 的决赛 亦成为了继尼娜之后 第二位打入了大满冠 是 单打决赛的中国运动员 排到世界第 7 决赛当中不敌了惠冕冠军 索巴卡伦 获得亚军 当然他的成绩 亦是一路 一打好了比赛之后 你就不断地 是有信心的 不断有信心 当你说和尼娜比赛 因为尼娜是拿过两个大满冠 尼娜又是武汉 亦是湖北人 尼娜 是82年 其实年纪也42 当然现在已经退役了 不过 他亦有两座 大满冠的单打冠军 他 记得当时 这个 郑一文 和一群弟弟接受央视访问时 他正在看尼娜的比赛 所以说这个是否是一个循环 或者是一代传一代传一代传 但是阿杀算是这样 他是一个仰望的目标 或者是偶像也可以 没错 仰视的对象 这也是一代传一代传一代的好事 起码有一样 如果前面 前人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说 我自己是开创 我自己是开创 但是如果前面有个人来说 他说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他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我们王总人一样做得到 之前南丹的时候 除了是美籍华语求生张德培之外 大家可能不记得一个人的司理查判 这个真的不记得 是的 其实他当时作为一个泰国人 司理查判 其实他也有些东西开创了我们是 亚洲人 的东西 不竟张德培 当然他 哥将军培也有陪伴 但是他 始终在西方世界 长大了 司理查判就是在泰国国籍 只要这么说 大家也不同 亚洲人在这些 网球需要爆发力 在这麽需要爆发力的运动当中 如果有一个特围是不容易的事情 非常不容易 郑一文也说 因为他止步八强 给自己打分 他又不是很差的 是给到80分 他也说 在哪里 跌到就在哪里爬起身 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真的有点累 发球也不理想 因为没有充足的睡眠 亦没有训练 因为如果他 他如果有 很趕的训练 可能休息也不够 就说虽然这场比赛 比分更加完善 但是他觉得 其实自己的 掌控比赛 前两次 要更加好的 很遗憾一些关键分数就没有把握 下次对他的时候 就会知道哪里是有弱点 而且保持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 就说本来有点紧张 后来也是 紧张之下搞到他有失误 今天过后 忘记这场比赛继续向前看 专注于即将到来的中国 这个是中国 赛季 他非常期望在家乡 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 因为他是湖北人 上次打武网 还是资格赛选手 今年他第一次以种子选手的身份 参加在家乡的正赛 很多期待 好 今节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